根据我们近年来的一些学者的研究 我个人也做了一些本土文化的考察 我觉得杭州我可以把它概括成三种文化 第一种文化我认为是一种江河湖海的文化 因为杭州原来就是一个海湾形成的 最著名的西湖就是一个西湖 他在秦淡的时候秦始皇到过西湖边 所以在西湖边还有北山 还有一块石头叫西南石 就是秦始皇当年在海边望着江湖 这样的一个古迹 他现在杭州的西湖前塘江到东海 他这个移脉整个形成了我们浙江 一个前塘江的文化体系 最近我们在前塘江的南岸 还发现了一种八千多年前的独木舟 这个独木舟当时我们就经过考古发现 它有一千年的历史 后来我们学术界把它定为叫帕古教 所以杭州的文化的边缘是跟全文化 将和派文化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是杭州的原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二呢就是杭州呢就是从唐宋 以后西湖渐渐地脱离了江湖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内陆形容 那么这个湖泊呢 它跟周边的这个山水形成了一种 非常适合人居住的山水龙 那么到了特别是南宋建渡杭州以后 杭州西湖形成了设计 那么成为杭州的这个园林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那么这个文化呢对这个整个东南亚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对日本嘛 对这个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国家 对中国内部来说 年龄的建设和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山水文化是杭州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么第三个文化呢 我们把它盖过成就是黄多 就是从南宋建都杭州 宾都杭州以后一共有152年的时间 在杭州这个传承了八道绝代的黄典 那么这样的传承在当时来说 形成了世界上很著名的这个科学技术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所以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 其中三大发明就集中在南宋时期 主要有这个四南针火药和杭韩树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样三个文化的这个典型类型 所建设成了杭州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一种全化 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杭州的这个文化发展 好 谢谢大家